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2018中美国际艺术大赛 近日在美国洛杉矶 布雷亚Curtis Theatre圆满罗姆 此次2018中美国际艺术大赛 决赛分钢琴 萨克斯 声乐三个艺术项目的角逐 由来自中国的30位选手 和来自美国的30位选手参加比赛 最终由现场评委的打分 角逐出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 我想通过这次比赛 我们的中美两国的小朋友 能够有一个互相切磋 互相交流的平台 能够使他们 就是说在这个艺术 就是艺术没有国界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艺术没有国界 然后也音乐是没有语言的 所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 钢琴 萨克斯和声乐这些项目 然后能够来互通友误 然后增进友谊 这个是我们大赛的宗旨 赵亮还表示 两年一度的中美国际艺术大赛 正逐步打造成为中美两国 少儿艺术交流的知名文化品牌 中美国际艺术大赛为中美两国 艺术交流的重要表现形式 来自中方的参赛选手和 美国洛杉矶的参赛选手 将同台竞技 同台交流 以传播中国与美国文化 增进两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 下一届中美国际艺术大赛将于2020年举行 届时将会有更多的中美两国少儿 参加这一艺术盛典 凤凰卫视前立涛 洛杉矶报道